一人五熊說自己在這個七月三十一號深夜 要從這個台南開車回台中的時候 被後方一輛車從這個右後方給追撞 當時他說整輛車都飛了起來翻了好幾圈 他公布自己的這個行車記錄器 顯示當時的情況真的很危急 最後是撞到這個內車道的護欄才停了下來 當時這個車子都已經側翻了 他是自己想辦法才爬了出去 他形容當時車子裡面都是煙 還好沒有爆炸也沒有被這個後車追撞 後來這個警察跟救護車都到了現場 不過最讓這個五熊覺得很氣憤的是 他的這個行車記錄器因為被撞擊之後 所以當下就立刻停止了錄影 所以沒有錄到這個肇事的車牌 而他之後被送往醫院進行一系列的檢查 包含這個抽血X光還有核磁共振等等 他說現在這個胸還有背都還會疼痛 就像是這個激烈運動後的拉伤 不過現在他最關心的是要趕快找到這個肇事者 當下他被撞的時候這個肇事車輛完全沒有停下來 就肇事逃逸了 而他自己的行車記錄器 因為沒有拍到這個肇事者的車牌 所以現在都有賴這個警方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而他把這件事情公開 他希望如果有目擊者可以提供行車記錄器給他的話 也可以協助他趕快找到這個肇事的駕駛 而另外在這個國道上面有8月1號也有一件這個車禍 主要是高雄台88西街國一北上的路段 當時因為這個下大雨造成積水 有一輛車經過這個大片的積水 結果激起水花 結果呢導致這個大量的這個水 噴漸到這個後方的貨車 而導致致狀旁邊的護欄也發生了這個車禍 看起來相當危險